其实,哦,别别别,那个是个中长款,我觉得这个短款的就很精练,干练,啊,是吧,就很干练,啊,这个也是我一看就心动的一款,这个真的就是会显得整个人就是又保暖同时又很经典,是的,而且你看这个品牌的这个,啊,刺绣的一个,刺绣正好在这,啊,很有细节,啊,好看,它有四个细节,就VR的这个,它领口做了一些这个logo的处理,还有这个胸口,这个而且是, 90级的白鹅绒的充容量啊,十分保暖,真的,如果你要保暖的话,选这件,完全OK,哦,哦,这还有,这还有slogan,你看这打开的这个小小设计啊,跟一般的羽绒外套,那么的沉闷不一样,它很有设计感,是,我这套又挺,我觉得适合适的,对吧,适合咱们的小省法官,那就替小省法官把这套先,先收着了,先收着,好棒,哎,我们挂回去吧,挂回去吧,好的,太棒了,所以, 这是刚刚我们的服装搭配师,俊俊给小省法官搭配的第一个look啊,哎,你说我身上这个是不是也很好,这个也很休闲啊,哎,你今天这身,怎么说点评一下,就很舒适,在秋冬穿有点薄,哎,可能需要那个羽绒外套披一下,对,可能或者需要一个马甲,哎,是吧,刚刚那个黄色的马甲也可以,对不对,但哥,你这身挺清爽的,而且我这个,你刚刚看啊,它看着很舒适啊, 但其实这个外套,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保暖度的,就是秋天其实可以了,哦,秋天是合适的,当个外套,当然不刮风的前提下,秋天是合适的,对不对,哎,我个人非常喜欢你这双鞋,哎,挺好看的,这个鞋真的很棒,挺好看,这颜色就非常秋天,也是我们的琥珀系列,我觉得有点琥珀带点米拉德的感觉,美拉德,美拉德的感觉,是不是啊,跟你今天这身的配色也是非常,是,是,是, 咱们今天都是很琥珀的感觉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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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俩就是主打一个秋,秋色系,秋天的感觉,秋色系,啊,好,那接下来我们让菌菌再帮我们搭一身,好不好,再搭一个给穿越到现代的月初,啊,穿越到现代的月初,他如果要去聚会的话,你有什么样的服装搭配可以给他,穿越回现代的月初,嗯,因为月初已经年龄不大嘛,对吧,少年感,我觉得他能驾驭,咱就说,先来一个,先,先选 选一个核心,哇,这个好看,选一个最亮的颜色,哎,以他为基调,对不对,做,街上最亮的仔,做搭配啊,然后这黄呢,你如果单穿的话,会显得有点太过于年轻,跳跃,太乍眼了,太乍乱乎乎了,是,咱们呢,就是说,给他搭一个黑色的外套,哇,是不是,哎,你这个想法可以,真之衫搭真之衫,这样的话呢,就会显得这个整个人呢,哎,看起来非常年轻,是,但是呢, 又不失,稳重,稳重,啊,这么套上去,其实我觉得应该合适的吧,哇,好看,是不是,哎,这也是个很棒的办法,哎,我觉得可以,其实你把扣子一扣,你看,其实,还是好看的,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这种比较亮色的真之衫,你觉得平时穿搭,哎,总是好像搭不起来,你可以今天把这几个黑色的外套,搭一套黑色的压一压,给他压一下,因为里面的黄色确实有点太,太鲜艳的话呢,嗯,呃,如果要是出席比较重要的场合, 怕别人觉得你这个,这个人做事不稳重,不稳重,啊,咱们就搭一个黑色的在外面,给他,给他压一压,老板就不嫌年轻,又不嫌这个,又不嫌老气,对吧,哎,这是一个很棒的,还插一条裤子,就搭一个黑裤子吧,对吧,牛仔裤,牛仔裤,因为有,呃,里面内搭已经很,很年轻了,哇,已经有画面了,好看了,很好看,哎,嗯,那如果越初觉得冷呢,有没有外套,越初觉得冷,那不需要给他安排外套,因为他这个纯直扬言在身上,哦,对啊, 开玩笑,不存在,那还可以给他安排一下吧,哎,这个也好看,这个好好看,这个好年轻啊,这个设计啊,而且他跟刚刚那几件羽绒外套比起来,他比较轻薄,就大家如果特别是南方的朋友,其实没有到那么冷的时候啊,一个轻薄的羽绒外套,我喜欢他这个领口的设计,跟刚才那个,那几件羽绒服不一样,感觉这个领口做了一些更加年轻的处理,嗯,这个领口的设计挺好看的, 它是一个双层皮花的一个设计啊,我喜欢这个这一件,嗯,而且很时尚,嗯,是,就很时尚,嗯,而且穿上整个人不会觉得隆肿啊,对不对,嗯,很薄,这个,这个感觉很薄,嗯,所以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这个,这个,所处成式的温度来做选择,是,是,是,北方的还要选厚重,这件真的好看,嗯,喜欢这件,好,给给东方越出了,给我吧,哈哈哈,跟越出抢衣服还是,对,对,对, 好,最后一个,呃,人物是,来到健身房,要准备运动一下的投资人,徐于斯,啊,啊,这个刚刚刚刚你说的,不就一曲同工吗,这不很简单吗,剩下的排出法,但这一套也很合适,刚刚你就说你要去健身房会穿这个,对不对,真是,因为他健身本来就很运动嘛,首先他就很运动,他的材质又是很舒适的,你要是去健身,健身房都没有问题,没有毛病,但是啊,如何做健身房里, 最亮的仔呢,咱们就不能穿的一身灰或者一身黑,不能整个人灰头土脸的,啊,对吧,嗯,啊,那个,咱还是得整点撞色,对吧,身材练得这么好,这是小身材,对吧,还是得,要拉那么开吗,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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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,我的意思是展示一下,展示一下里边的细节,啊,就是说身材练得这么好,还是穿点黄色,给大家看看身材,对吧,啊,就好看的,不是,我不是说他只能健身房船,其实日常也很好看,嗯,嗯, 很有松弛感这些,而且我很喜欢他那种面料上的一种垂坠感,垂坠感,啊,整个人就是,很舒服,他面料也很舒服,慵懒当中又很有型,对吧,很舒服,哎,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卫衣的话呢,你搭配一个牛仔裤也很好看,嗯,搭配个白T加个牛仔裤也很好看,哎,也可以像这样一整套,哦,也可以跟自己的牛仔裤搭,如果这么一整套也是合适的,嗯,就是这么一整套呢,就可能偏向运动或者休闲一点,而且我们试一下它的弹力,好不好,来,行了, 我让俊俊来弹一下,感受一下它的弹力,它这个面料真的是非常有容许度,好舒服,对,大家不用担心说,可能说我的身材没有那么的标准,啊,对,这个也可以,因为它可能包容你的身材,我真的很喜欢,这一套我也喜欢,这一季真的好,好几件我好喜欢,哎,而且它,你发现没有,有个小细节,开玩笑,它的这个口袋里,我们看到这个口袋吧,它其实是带拉链的,哦,它有两个,两个口袋,对,有个隐形口袋拉链, 做了个设计,外面可以放一些经常用的,里面可以放钱啊,啥的,那为什么要隐形口袋吗,为什么,因为隐形口袋,你在健身房的时候,有些钥匙啊,哦,或者是一些,卡,对,你就可以放里面,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不怕掉,哦,这合适,对不对,这合适,你做一个侧滚翻,啥的,啊,卷个斧,哦,合适,合适,钱不会丢出来,啊,我很喜欢这个灰色,好看的,跟徐师抢了,哈哈哈,跟他抢,每一套都很喜欢,他的就是我的,没关系,那徐师的外套, 我们也给他,每个都,都一身了,我觉得徐师的话,就选一个这个中场款的这个羽绒服吧,中场款的,对吧,嗯,我对我画面了,去到那个,呃,会议室的时候,外套一脱,助理就把它挂在来边上,别自己挂,哈哈哈,别别别别,就这个确实能够让整个人的气质,整个就拔高两米,啊,是这个中场款适合他,因为徐,徐总腿也比较长,嗯,也长的,啊,所以合适,哎,徐总月初跟小沈法官谁在腿, 徐总腿也比较长,哈哈哈,是,我觉得是小沈法官,为什么,因为我感觉我最近长高了一厘米,我不知道为什么,我好多之前,四四的鞋都穿不了了,脚马也变大了,嗯,人也变高了,我服了,所以根据拍戏的前后顺序,小沈法官最高,是不是经常蹦的原因,啊,每天活蹦的,还在发育期,哎,别别别,所以要注意,好好休息,多睡觉,多睡觉,还能再长,多休息,哦,是,别了,别了,就是杨哥会比较尴尬,就是,要不, 哥,要不你也蹦一蹦,哎,俊俊,你这次来到我们Rail的直播间,什么心情啊,要不你也穿上咱们的这个健身套装,蹦一蹦,说不定你也能长高,好嘞,一起安排上我们Rail的这个运动服,啊,大家一起跟着,齐斯一起运动起来,好,谢谢俊俊来回到我们的座位上,刚刚我们用这个服装搭配师的身份,啊,俊俊给大家做了三个不同角色的一些推荐的穿搭的公式,啊,其实我们马上要抽奖了,啊,大家稍等我们一下,我们也可以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,能够摆搭的一些, 公式方法,比如说第一个公式叫做上浅下身,俊俊,你猜猜是啥意思,上面可能穿一些浅色系,然后下面的话呢,穿牛仔,或者穿黑色的,深色的,深色的,对,因为这样能够在视觉上把下半身的这个,啊,比例变得更加的修长,哦,是吗,哎,就能够显得整个人的这个黄金分割线非常到位,啊,所以大家记住第一个,上浅下身,哦,我还没第一次听说,是不是, 我也是跟我们,我们这个Rail的设计师一起来学习的,第二个,呃,小公式叫做叠穿过渡,叠穿过渡,叠穿过渡意思就像今天俊俊一样,他在外套里边做了一个,哎,浅色系的一个内搭,是,啊,就是包括一些层次感就出来了,而且一定要建议大家选一些,啊,不是特别亮眼的内搭,这样就不会特别抢眼,比如说白色,啊,黑色,啊,能够有层次,又不影响整体穿搭的一些风格,哦,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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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如果里面穿个,其实穿黑色也合适的,OK的,啊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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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琥珀色的外套,对,白色呢,就比较亲切感,黑色就比较的冷俊一点,是的,是的,那第三个公式叫做色彩呼应,其实今天俊俊在给我们做搭配的时候,一直在用这个办法,是的,是的,你要看今天突出的重点,你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,嗯,对吧,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,然后再围绕衣服或者裤子去搭配,做一些跳色,比如说那我们看到的包包,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的我的鞋子跟衣服,对,然后俊俊的鞋子跟他的外套,都是有一些颜色上的一些呼应,是的,是的,啊,所以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不同的穿搭当中呢,又不失整体的一个协调性,啊,这已经三个公式,大家记住了,第四个公式叫什么,就是,买公俊同款,这是个万能公式,因为如果你实在选不了,像我,我经常会去看看俊俊的披露,哎,最近,啊,俊俊,因为有些时候你穿搭,你自己会灵感,哭气, 然后你就看看,别人呢,啊,俊俊穿,哎,哎,我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衬衣,那我把它找出来,我就照着这种风格,这种方式去穿搭,哎,如果你没有,那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,哎,是的,是的,这个直播间里都是我们24年俊俊的同款的一些新品,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,穿的帅帅的,哎,穿的好,看的好,漂漂亮亮的,对不对,这个很重要,每天上班,心情很重要, 对,你自己照镜的时候,把这道吃得好看,好看,好看,好看漂亮,好看漂亮,自己出门的时候更加有自信,老板见你也更加开心,哎呀,是不是,说明还能加薪,加薪升职不是问题,啊,这个11月到年底了,祝大家都能够有好月节,祝,祝,祝大家都能有个好的这个收成,是的,祝老板都给大家包一个大的年终奖, 哦,秋天到了,大家要丰收了,好,那马上我们小小的丰收一下,第二轮抽奖给大家准备,今天我们有这个价值5,990元的经典的我们Rail的这个信使包,如果刚刚没有中奖,没关系,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有机会,我们会用福袋的方式把这个信使包呢,放到我们的福袋里,大家可以一起来点击,看看能不能抽中这个我们非常难得拥有的信使包,祝大家好, 没抽到的话呢,稍等一下,还有一轮,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,玩个小游戏,什么游戏,抽盲盒,又来了,接下来我们在我眼前呢,有我们三个Rail的盲盒,里面有三个不同的look,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,俊俊更不知道了,你要用就是盲选的方式先选一个,然后现场打开,现场换上,哦,好不好,就是现场换上, 是什么意思,我重点关注的是这个点,就是在这,不,就到镜头后面,你们想什么呢,镜头前的你在想什么呢,OK,OK,来,你先选一个,好不好,你想选哪个,你第一个这么摆,会不会就是,是个背心之类的,故意吸引你选第一个,还是没有,第一个是一个镂空背心,那我就不选,整个腹肌这是全挖开的,就有点沉呀,第一个,你不能看啊,你只能盲选,就选这个吧,就选这个啊, 好,来,那我们先把它拿到,这个没有第一个成,拿到你身边,我们,我们站起来,打开看一下,然后我们看看,我们不给观众看,好不好,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反应,哎呀,这么夸张,这也太巧了,这布料太少了吧,这个经纪人会同意吗,这太巧了,这个怎么什么都,我喜欢这个,都露着呢,啊,有吗,没有,秋冬系列,怎么可能露着呢,开什么玩笑,哎,你形容一下,你看到这个,我喜欢这个,我刚才说过了,什么,哦,好看,这个毛衣一定要, 你都直接剧透了,首先,它是个毛衣,刚刚俊俊已经夸过它,我喜欢,我喜欢这个,这就是想啥来啥,这个好看呢,因为它好,还有好多点缀,那待会你穿上它之后,把胸口这个稍微剪开一点,别,别人是设计,舍不得,你想干嘛,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俊俊去边上,把这身look换上,好的,我们来期待一下,好不好,好,待会见,准备一下,大家把那个护目镜戴好,这玩俊俊要, 变装回来,到底这个盲盒里面的look上升之后会是什么样的,俊俊去换装的这个时间呢,正好我们看看,刚刚被俊俊没有选中的两个盲盒当中的look会是什么样的呢,先看第一个,哇塞,这个也是刚刚我在,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秀款,应该是我们的模特上升过的一个,夹克衫,哇,这个真的好闪哦,这个是属于俊俊可以上升的, 像跨年晚会穿的那种bling bling的,很有这个繁星点点的感觉,它整体这个是非常的潮流感十足,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正面反面,都是bling bling的,哇,它有个外号叫繁星夹克,我们给它挂起来, 这个里面它用了很奢华的一种丝绒的面料,大家能够肉眼看到吗,它里面结合了琥珀色的这个,琥珀色的一些设计啊,包括蓝宝石色啊,还有猫眼石色的一些猪片,所以形成了一个星光熠熠的感觉,真的是像俊俊说的,闪瞎了大家的眼睛啊, 非常好出片的一款,对不对,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的强重工款,大家在秀场上都能看到模特的演绎啊,非常时尚复古,而且就比如说你唱一些,琥珀如果去演绎一些舞曲,是不是,就有画面感了啊, 我们再看一下盲盒里面还有什么,哇,哇塞,这是一个会发光的牛仔裤,我不知道镜头前能不能看出来,它虽然是一个水洗的面料,大家仔细看,它上面有bling bling的,对不对,半透的水晶银色浆料的一个处理,所以它经过手工艺师傅的这个,工匠手艺的调制,让整个水洗牛仔裤上面,泛着一点,星河一般的, 耀眼的,耀眼的波光,非常好看,给它也挂起来,一会儿,菌菌可能回来会后悔,说早知道选这套了,这套真的也很好看啊, 好,接着我们看一下里边,还配了一双鞋,在这个盲盒当中啊,这个鞋子就是非常百搭的一个白色的,我们Rail的这个Retro的一个运动鞋, 它整个工艺,包括整个设计的这个立体度,都非常的有品牌的一种精神啊,很时尚,而且你看它的logo也是,低调当中又带着一些辨识度, 包括后面这种啊,银色的小细节,跟整个这个look完美的搭配在一起,好,把这个先放在这,我们再看看,刚刚还有一个菌菌没有选中的盲盒, 里边的look会是什么样的呢,哇,这个我有点喜欢啊,这个我一会儿要下蛋,这个有点好看,因为刚刚那个blingbling对我而言,我自己觉得, 我个人啊,会觉得太高调了啊,但这个就很适合了,看,哇,这根本是个艺术品啊,朋友们,它像,有点像那个极光有没有,啊,哇,感觉像在仰望星空, 然后边上是银河,中间是极光,而且我刚拿到手上的时候,这种触感真的太高级了,它是一种丝绒的,而且是渐变的丝绒,你看它颜色会有一些渐变的细节啊, 非常优雅,但是又非常的休闲,啊,无论是日常穿搭,我觉得日常也可以,因为它整个大面积没有那么的亮眼,对不对,你日常也可以穿, 然后如果重要的场合,像比如我,如果是主持一些啊,颁奖典礼啊,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公俊的见面会啊,是不是,就可以穿这个,哇,就很隆重,很高级,啊,渐变的丝绒的,背后也是,就你正面看,是一个星河璀璨,背后是一道美丽的极光,哇,哎呀,有了有了,带走,这个真的好看,把它挂起来, 而且绿色嘛,本身就会给大家有这种大自然的联想,对不对,会想到大自然的一些,让人心旷神移,整个人很宁静, 然后又很有这种未来感,独特又吸睛,哇,这个太好看了,这个一会儿要带走, 来,看看它的搭配的裤子是什么样,好,是一个,哇,很极简的,我们Rail的这个牛仔裤,哇,这里也有细节, 牛仔裤也自带极光,发现了吗,它的背后也是有极光,哇,这套look真的, 我觉得俊俊也会很喜欢这套,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波,你喜欢哪套, 一号选择这个BlingBling的亮片装,二号选择这个大自然的极光装,三号选择你还没有看到的俊俊, 我知道你们都会选三号,来,你看这个牛仔裤,感觉就是走在路上, 走路有风,走路有极光,而且它本身就是,如果你正面穿, 你衣服挂到这儿,就,哎,很百搭的一个黑色牛仔裤, 但是你稍不留神,如果把衬衣塞进去,就会把这个极光和背后的极光给露出来, 很有细节感,真的太会设计了,这个就是我们2024年的这个两个在盲盒当中的, 应该都是属于在我们的大秀上面亮过相的,比较重工的系列,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,所谓重工就是设计师要花比较细致的工艺, 去用手工加上很多科技,包括很多这个传统的手法, 做到这样的一个呈现,那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, 因为俊俊还在换装当中,大家稍等啊, 然后另外给大家介绍,我们刚刚俊俊也给大家看到的, 我们这个包包,这个包包也非常厉害啊, 大家看它像什么,你会联想到威尼斯的什么, 像不像威尼斯运河上面的贡多拉的那个船只,对不对, 因为它整个采用的是头层的牛皮革, 然后用分割再重组的设计手法, 重塑了一个几何的一个立体的形状, 就好像贡多拉州在这个水面上滑过的一样, 你看这个地方,像不像贡多拉很经典的那个船头, 微微翘起,然后它整个也很有时尚度, 颜色又很经典,是整个秋冬很亮眼, 而且它这个大小,就现在大家如果装个手机, 装个充电宝的一个大小正正好, 很美观,这也是一个很吸睛的单品, 所以今天惊喜真的太多了, 那最大惊喜就是一会儿俊俊变身回来之后, 它的盲盒look会是什么样的, 能不能赢过我刚刚已经爱上的这个繁星装和极光装呢, 马上让我们一起再次庆上我们的工具, 好看啊, 哇,整个艺术满分, 我觉得这套真的很好看, 你就是大艺术家, 谢谢你哥, 刚才他这套走秀的时候, 你刚刚在视频里看到了, 就是这个毛衣,我觉得挺好看的, 因为它, 我刚才注意到它居然是个狮子这, 对,品牌很经典的飞狮的图案, 飞狮的图案, 很抽象的一个狮子, 很好看啊, 你看狮子, 狮子脑袋在这, 这这这这这, 看到了吗? 雄心众志, 说的就是你了, 而且它, 它做了很多这个小细节的处理, 这中间有一些这个钉, 锚钉, 锚钉的这么一个设计, 而且锚钉的每个款式是不一样的, 嗯, 这个要真的, 刚刚俊俊看到的是它很抽象的一个, 飞狮的图案的一眼就能够把你吸睛了啊, 另外就是它这支针织的工艺, 真的要夸一夸, 尤其是刚刚俊俊说到的这个亮钻的工艺, 它选择了一个哑光的钻片, 所以它更能结合这个整体这个穿搭, 包括牛仔裤啊, 这种很啊, 很帅气的潮流的感觉, 然后加上我们俊俊, 你看这pose, 是不是? 随手一换, 回头率满分的, 就是大片, 就是你摆着, 你摆着, 这样这走过一个人, 啊, 哎呦, 就是会撞墙的那种, 就真的一只眼睛会移不开, 真的很好看, 而且这个飞尸也是我们品牌, 很经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标识,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染色工艺, 大家其实镜头可以仔细看, 它这些俊俊的毛衣上面的, 尽管是蓝色, 它也是有不同的蓝色的一些渐变, 是它有一个很深这儿, 这边是很深的一个黑色, 我感觉, 然后有蓝色, 对, 一些渐变的蓝, 才让这个熊狮那么的栩栩如生, 这件挺喜欢的, 好看, 这个里面就必须提到我们意大利170年的一个仿沙工艺, 它真的是一个年代的百年传承的技艺, 它通过这个技术简单来说, 大家可以理解, 就是会让你的沙线的镜色更加的纯度更高, 颜色更鲜亮, 就像俊俊上身之后, 你觉得整个人是很有质感的, 整个人很亮眼, 然后包括整个扩形, 而且很舒适, 它的版型也很好看, 到肩这儿, 怎么跟定制的一样, 明明是盲盒里抽的, 我不知道, 反正就是挺好看的这件, 很喜欢, 然后它很舒适, 也不会特别扎人, 这个毛, 有些毛衣的毛特别扎, 穿的不会变渣男, 什么鬼, 就整个很柔软, 很温柔, 好看的, 而且这件衣服感觉很有气场, 你穿了之后, 别人跟你讲话都会稍微考虑一下, 因为毕竟雄心壮志在胸口, 很有力量感, 又很有潮流感,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, 盲盒里随便一抽中了自己, 刚刚就新一个毛衣, 好看, 你平时会在秋冬穿这种毛衣单品吗? 去机场可能会搭一些, 但如果是在剧组的话, 比较少, 因为剧组要, 以方便为主, 方便为主, 毛衣会让大家觉得很温暖, 会很贴心, 很可依靠的感觉, 而且这件它的颜色的搭配, 我很喜欢, 白黑蓝, 然后还有一些银色的毛钉, 做一些点缀, 而且你看它圆领的设计, 包括肩线, 包括手臂的这个收口的这个部分, 都是非常的有细节, 是的, 好, 这就是俊俊今天给大家, 在盲盒当中抽中的一款, 我们的这个, 包括牛仔裤, 鞋子, 正好给大家说一下, 它的这个颜色的呼应, 正好它这个鞋带呢, 有一点深蓝的这么一个呼应, 正好搭配上今天一天的, 不是, 这样搭配上今天的这个毛衣的颜色, 就非常的match, 真的, 整个就是手尾呼应住了, 然后整个显得整个人的线条, 也比例非常好, 很有型, 所以这身是刚刚俊俊在这个盲盒当中抽中的, 刚刚我在这边也开了两个盲盒, 你要不要来看看, 就是刚才的那另外两套, 你没抽中的, 非常不一样的好, 这两套也好看, 你都分别来形容一下好不好, 我就说一下吧, 适合什么样的俊俊, 这套的场合呢, 上下班可能有点夸张, 但是呢, 你比如说像我的话, 我穿这套, 我可以去一个舞台, 跨年晚会, 小唱一个歌, 是不是啊, 特别闪, 适合唱什么风格的歌, 适合唱, 别了, 我只是提问, 没有让你唱的意思, 是唱一些这个什么, 喜庆的, 喜庆或者跳舞的, 风光传奇, 也可以, 对不对, 很有这种热闹的感觉, 热闹的感觉, 这个, 这个, 这个亮片, 亮片特别的闪耀, 或者是, 你比如说啊, 还有一个场景, 不是我啊, 就比如说, 大家上下班, 对吧, 周五, 哎呀, 明天不上班, 放松一下, 去party, 人群中最亮的仔, 就是非你莫属了, 下班的时候, 把他换上, 跟朋友去, 去小喝一杯, party一下, 多开心, 对吧, 嗯, 这个好看的, 他这个重工的设计, 这个真的吗, 他的亮片, 他有好多个颜色的亮片, 手工感非常强, 嗯, 好看, 他就是, 高定, 好多高定用到这种, 对, 这个也是我们秀场的同款, 刚刚在威尼斯河畔, 也看到人模特的演义, 他的, 你看他这个, 这个这个面料, 也是加了针丝感觉, 有没有, 有没有后悔, 想要换上这个, 哈哈, 这个很傻, 这个这个我, 换了可以唱歌了, 感觉, 嗯, 还有另外一款, 这个是我今天, 我觉得叫下单的, 这款也好看, 太好看了, 这款我觉得为什么, 因为他这个, 这款有点渐变的处理, 然后呢, 他有点像那个颜色, 像孔雀, 哎呀, 哎呀, 你这形容也是, 孔雀的渐变, 孔雀的渐变色, 然后他这个比刚才, 那个这一件要低调一点, 但是呢, 我觉得他这个, 这个材质感觉, 更加的, 容面的那种容感, 很舒服, 高级, 这款也好看, 这款也适合, 就是说周末, 跟朋友去, 吃吃饭, 去公园看孔雀的时候, 喝喝酒, 穿成这样, 然后呢, 看个电影, 观观街这款, 这一件也很闪, 而且它背后也好看, 对, 背后也很好看, 而且你看这个牛仔裤, 才厉害呢, 跟它是一套的, 它做了一些, 这个喷漆还是什么的处理, 对, 哦, 这正好是一套, 对, 正好是一套look, 行走在威尼斯河畔, 好看, 这套也是好看的, 是不是, 这个像天空, 也有点像极光, 你看天空的感觉, 银河, 银河, 银河璀, 哎呀, 好看, 希望有机会看到, 俊俊把这三套都演绎一下, 希望, 应该是有机会的, 哎, 那所以我们三个造型都演绎完毕了, 既然, 马上要抽奖, 大家稍等一下, 我们还有一个幸运的朋友, 既然今天俊俊难得来到我们热爱的直播间, 今天的舞现场有那么的美丽, 你看这美丽的圆弧, 像不像一个舞台, 我干什么, 走两步好不好, 穿在今天这个造型, 从这样这样走到前面好不好, 做一个完美的帅气的ending, 来, 我们准备一下音乐, 来走, 三二一走, 来了, Rail的秋冬新款, 来自龚俊的演绎, 掌声鼓励, 哇, 很帅气, 好好看啊, 好看啊, 这毛也好看啊, 所以大家想好了吗, 刚刚分享的三个look, 你心中最喜欢哪个,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互动一波, 是的, 不同的衣服, 通过不同的, 比如说扎进去啊, 放出来啊, 一些小细节, 包括袖口, 是不是完起, 它这个其实可以这样的, 就是会更加年轻一些, 袖口如果, 利索一点, 根据不同的场景, 根据不同的场景, 对吧, 快点去get我们龚俊的铜款吧, 是的, 马上要抽奖了啊, 所以大家一起继续, 盯住屏幕的福袋, 马上我们会把价值5990元的, 这个经典的信使包, 放到福袋里面, 全身的一个皮革的面料, 大家看到, 采用了一个压花的工艺, 将经典的logo, 我们的RAIL的logo印在了灰色皮革之上, 非常精湛的工艺,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拥有它的话呢, 记得点击一下我们的福袋, 点击一下, 好,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, 非常的丰满啊, 真的是, 整个秋冬的衣服, 都好像给大家安排好了,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, 穿衣上的一些小巧思,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, 也非常开心, 我发现这个新一季的RAIL, 很多套, 都非常适合我, 上下班之前, 是的, 很喜欢, 每套都写着几十字, 就是意识复补当中, 带着高级, 高级又休闲, 让人觉得很松弛, 帅得很轻松, 咱就是说, 是不是,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, 今天我们今天开场的是我们的秀款, 然后我们看到身后的一些羽绒服的, 一些穿搭黑色白色的简单风格,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不同的, 俊俊的角色做了搭配, 无论是在运动健身, 还是在通勤, 还是商务精英, 商务精英都能够在我们这一季的, 2024的秋冬系列当中找到,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, 三个重工系列的设计, 身上的, 还有繁星, 还有孔雀极光, 每一款都深得我们的心, 好看, 太棒了, 所以今天分享那么多, 希望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职业, 或者什么样的年龄, 都能够在我们Rail的设计当中, 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, Rail, 对, 我觉得这个R其实也传达了, 因为我们logo就是两个R, 传达了很多不一样的意思, 可能有Respect, 可能有这个Relax, 还有Real, 还有Real, 真我, 因为真的只有自己穿的舒适, 才能表达出真正的自我, 是的,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全球品牌, 代言人工具, 也祝愿俊俊拿接下来的时间, 能够继续的那么帅的轻松, 然后在更多的场合当中, 看到俊俊演绎的作品, 是的, 非常开心今天在直播间, 又和大家相聚在咱们威亚的直播间, 非常开心聊了这么多, 这个穿搭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, 那么也感谢Real, 有这么一个缘分, 把我和洋洋哥又聚到了一起, 是, 还有每个镜头前的宝子们, 都聚到了一起,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威亚, Real, 也多多关注我和洋洋哥, 谢谢大家, 谢谢俊俊,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, 待会还会有主播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, 做更多的分享, 所以如果你不忙的话, 继续守候在直播间, 看看还有什么关于时尚的信息, 想要了解的, 然后也祝大家11月顺顺利利, 顺顺利利, 谢谢大家, 下次见了, 拜拜, 拜拜,